大林慈激医院陈金城副院长 虽然童年家境贫困 但求学中得育良师 在自我要求下奋发向上 如今成为一名良医回馈乡里 副院长夫人朱田怡 外柔内纲 是先生的贤内助 也是最温暖的后盾 韩一帮 陈怡家 在长情聚展《指尖的温暖》中 成功诠释陈金城副院长 及朱田怡夫人 邀请您一起聆听 副院长陈金城嫌抗力 与演员们的真诚分享 欢迎大家光临我们的 静思书轩心灵讲座 大家下午好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 心灵讲座的主题叫做 《指尖的温暖》 我们要先一一地来跟大家打招呼吗 我们先请一帮好了 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韩一帮 这次很开心在剧里面饰演 陈金城陈医师 你们好 怡家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怡家 我们的朱田怡 朱世姐 大家好 我是朱田怡 陈医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陈金城 其实我还蛮喜欢 陈医师这种说话的模样 为什么 因为当一个医师 其实讲话这样子很沉稳 就给人家很安心的一个感觉 我记得在剧中有一段台词就是 以医疗的技术来讲 我们只要不比都会的差 其实大概就可以照顾到 乡亲的一个健康嘛 为他们做医疗 但是我们要走出自己的路 要有慈激的医疗人文 那你怎么样来解释一下 我们所谓的医疗人文的部分 有点难说 它是一种感觉 我是觉得是 病人有没有感受到 那个就是人文 他有感觉他不一样 他不是是一个医疗交易的买卖 不是说我帮你医多少 你给我多少钱 我帮你医到好 不是这样 病人回去的时候他会感恩 他会觉得说下次来 听说那个医师 喜欢吃那个冰棒 所以他就下次就带冰棒来 那就是他感受到医生 对他的一个关怀 他不只是疾病得到治疗 像我患者其实一直以来 像他会写卡片给我 有些甚至讲说 他没有爸爸 那是我当他爸爸好了 就这种 就觉得说 其实他心里 可能他从小 他可能十几岁 开始他得到一个疾病 他的家人一个一个都往生 其实他已经没有最亲的人 他已经把医生 师姑 当成是他最亲的人 就是他的家人 是不是 这个是 这个是 膝盖妈妈的那个阿嬷 托我拿给你的 他还好吗 不自己拿过来 他很好 只是说他要赶回去工作 所以我特地拿进来给你 谢谢明月师姐 陈医师 谢谢我也可以笑一下吗 阿嬷说 吃这个鲜头会带来好运 陈医师你只要多笑一点 就会带来很多的好运 好 当然是陈医师呢 已经在我们的这个 慈激医疗体系当中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他说其实 医疗人文是很自然而然的 而且一直以来 就是我们的传统 宜邦的话应该是第一次有感受到吧 你自己的解读 在慈激感受到的医疗人文是什么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其实我们在三个月拍摄期间 我刚开始拍我就发现 医院里面有一个男生 坐着轮椅 他应该 看起来应该是头部受创 所以他有一点点讲话什么 不太方便 但他就坐个轮椅 然后第一天看到他我想说 那可能他的家属去买东西 他一个人在那边 然后到后来我发现 我每天都会看到他 然后他有的时候出现在便利商店 有的时候出现在大厅 哪里他都会出现 然后见到他的每个人 都会跟他打招呼 就医院里面都会跟他打招呼讲话 我后来知道他是 应该是长期住在 那个医院里面的病患吧 那那个时候 对我来说这就是人文的部分 这个 慈禧医院不只是把人医好了 然后就出去了 并不是 而是在这里面 真的有点像陈医师讲的 有点像家庭的感觉 所以包括你看到那个男孩子 在医院下面的便利商店 那边的小姐都会跟他打招呼 就是他会拿饮料给他喝 那对我来说 这就是我感受到 所谓人文的部分 这个温暖 有很多人都说 进到慈禧医院里头 没有医院冷冰冰的感觉 一家在那边进进出出 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感受 我自己家住在新店 那我看医生我都会去 新店慈禧这样子 那有一次 因为我自己有开 就是皮肤有开一个笑刀 可是我都是自己去这样 然后那时候 我真正感觉到就是 为什么我会喜欢到慈禧医院 就是因为有温暖 因为也就是有师兄姐在那边 我在那边等的时候 就会说你还好吗 你要不要陪你或是什么的 就会非常关心你 知道说你是自己一个人来 你是不是自己会有点担心 或有点害怕或什么的 因为毕竟要开一刀嘛 然后他就会关心你 或是就是倒杯茶给你喝 然后让你安心陪你聊天 那那一天 其实我偷偷哭了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 我自己一个人 然后我觉得 为什么师兄姐对我这么好 对啊 那时候我就觉得 好舒服的地方 我好喜欢 然后这是我自己 还蛮深的感受 因为那时候身体不舒服 然后去开刀 然后没有人陪 我就觉得我好可怜 那时候 然后就师兄姐突然对我好 我就觉得好感动哦 这是在演这个角色之前 还是之后 之前 之前 对 所以其实那时候 你就已经感受到了 所以拿到这个剧本 要去演一个新生牛的时候 点头答应 赶快 是这样子吗 其实就是在 我们很希望看到的 医兵关系是这样子 是互相信任的 那在这个剧当中 其实我们知道说 有一段我们看了 是替陈医师是很紧张的 就是其实当病人的家属 不太能够接受自己的亲人 可能有往生 没有办法救活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在瞬间 甚至是有长一段时间不能接受 以至于有所谓的医疗纠纷 这样的事情 其实我们想再一次的听 请陈医师跟我们来谈一谈说 医师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 要怎么样去度过那样子的一个过程 其实对大部分的医师来讲 他是很担心这样的事情 那尤其是现在 事实上真的很多 因为我担任主管 我会看其实蛮多的 有些是很无厘头的 什么这个铁是瑕疵品 装进去它会断掉 明明是他自己装断的 也要怪医生这样 那但是我们也不能怪病人 好像我们就是尽力去做了 那当然不管你再努力 因为不可预期的事情太多了 因为医疗的治疗 连医生都不一定知道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甚至也不见得有医学报告 会告诉你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那当然发生的时候 不是只有病人不能接受 医生也不能接受 为什么会这样 那当然医生如果遇到了 你说要叫他说 你这没什么其实很难 其实台湾的医疗救援处理 是非常的冗长 假设说有经验的人就知道 他光是鉴定就半年一年了 然后你真正在处理的前程过程 大概没有到两年 不会进到食物审理 但是其实真的会 对医生来讲 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让他不想做或想要继续做下去 其实是很大的影响 我们有很多医生 因为遭遇到这样的问题 离职 然后改行的 其实很多 我的同学很多都改做律师了 那如果他继续留在 医学的这一条路上 如果继续留着 他会做得很保守 比如说比较危险风险高的手术治疗 他尽量不去碰它 可是医疗偏偏不见的是这样 即使风险很低的 还是有风险 绝对没有那个没风险的 所以他最后选择 尤其是说 有人说做医美风险高不高 其实医美风险很高 但是为什么他愿意做 讲比较四块 因为他的利益比较高 所以其实有时候真的 当发生了医疗争议的时候 医生是变得很弱势 虽然我们都说病人很弱势 可是医生也是很弱势 他也不想要 所以我们常常也是要去关怀 那些发生医疗争议 或所谓纠纷的医师们 医生是变得很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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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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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把事情给你做 陈医师 你的说话 我完全没什么就在想 我会在你身上的这人 真的 我去救你 又被投诉了 你投诉还严重吗 这间车祸受伤的黄先生 黄生奶 他主张应该告我 那么 我想要请教两位表演工作者 指尖的温暖 算是在长情剧展当中 集数比较多的 嗯 应该是从这个 陈医师小时候学学过程当中 然后 当实习医生 甚至到了大林慈激医院 这个过程 你们两个其实 后续的这个细分都很重 以嘉 以嘉是不是可以用一小段的分享 在《杀青丸》 然后又播出的这一段时间以来 你有没有得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回馈 然后再看到剧播出的时候 有新的一个感受没有 嗯 其实 我在 剧中 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我的父亲 演的是我的公公 那 我觉得我得到最多的是 我补了天伦这件事吧 因为其实 我私底下 我从小的生长环境 其实跟我父亲的相处是非常非常少 几乎等于零 因为他实在太忙 然后因为家里的经济 都靠他一个人扛 一直到现在其实 那 因为拍了指尖 因为刚好是 媳妇跟公公之间相处非常多 所以导致刚好 我可以藉由这个时间 跟自己的父亲相处 我就赚到了 我很赚 我赚到了不只是 我跟他之间补了天伦 我还赚到了 我学习了一个戏经 可以教导我拍戏的指导 对 然后另外一点 当然就是 慈悸给我的东西了 嗯 所以我觉得我比较得到 跟别人不一样 更多的地方在这 益心的油啊 你有照时间在吃吗 每天都有吃 不一定照时间 嗯 他辛苦以后 你的油就是 你照时间吃不吃得好 你不要想说 自己有更好的 不要吃了 油 等到饭地吃了 吃得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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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一般呢 这个演医生的角色 真的是专业中的专业 应该是对你的表演的这个收获上面 更上一层楼 对不对 这个在表演上面不断地学习是 当然是必然的 然后最特别的是 其实在拍摄的过程里面 然后我妈妈就 有那个最近凡突出的问题 可是因为以前在台北 我妈就到处去看骨科什么什么 然后当然因为我在拍摄的过程中 小小小小小的学了一点点专业的知识 然后我看完就跟我妈说 你这个要看神经外科 然后我妈就蛤 我说我演的医生就专门看这个 神经外科 然后就去看 就最近凡突出 就老天有安排 所以就刚刚好我演这个 所以我就可以 我妈妈还从台北 然后把她的病例资料就转 然后请陈医师帮我妈妈来稍微看一下 个人用了一点点小小职位上的便利 不好意思 也很谢谢陈医师啦 对然后 所以这是我获得很多的地方 我们今天在现场 原本想说 哇 照台北来 可能不会遇到有陈医师的 曾经这个治疗过的患者 结果还是真的有 我们请到这位蔡师兄 他是板桥这边的师兄 我们是不是请您 还有您的千金 是不是 跟我们上台一下好了 今天是特别要来跟陈医师再次的相见欢 因为为什么说再次相见欢是 我们的蔡小姐是六年前开刀 对不对 好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对你来讲 人生当中很大的一个转变 很蛮感谢那个陈爸爸的 因为我当时啊 就是因为这个疾病 然后在台北就是四处求医 然后因为一个姻缘机会下 我就是在网路上就是搜寻 然后就认识了那个陈爸爸 然后我就可以去那个嘉义 这个田中医院 想说试试看看 可不可以 就是可以医治这样子 然后医治已经六年 现在就是大家都看到我都觉得 我是蛮正常的人 对啊 就是蛮感谢的 谢谢 我们听到蔡小姐 就称呼陈医师称陈爸爸 我想陈医师如果 常常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 见面机会的话 大概就是很多人的爸爸了 那旁边这一位蔡爸爸 您自己听女儿 在当时候那样的过程 其实当时候不认识陈医师 也不知道陈医师 要大老远的从北部到嘉义去 过程中对医师的印象如何 我跟你讲 因为他这个疾病 是世界上少有的疾病 所以阿嬷 发现到这个疾病 因为一个小孩子很活泼奔跳 怎么好像是脚落到 开始就出来了 干脆就到恩主公医院 造了核子共振 核子共振造完了以后 再讲说你这个东西 他那边没办法 一定要转院 当然转院当然是找名医 名医有名医的状况 我们是老百姓 我们有我们集的心态 那我先问那个总医 已经住院了 三天了 我问总医师 他跟我讲 开楼要40公分 40公分 你以前几公分 40公分就透亮了 而且他们的病例是终身瘫痪 17岁的早晕 终身瘫痪 我这下 我爸爸真的是 不晓得要如何承担 那石头很重 压在上面 结果在网络查查查 查到陈副院长的一个小小的资料 后来想一想 竟然他要去 搞不好是有缘分了 好 试试看去 去问 他给我讲什么 90%会好 叫他赶快过来 90%会好 真的 差10%我也没关系 比我做轮离最好 这样我就拚过去了 过去差不多五天了 也稍微可以做轮离去兜兜风了 上人来了 第二天的下午两点半 要遭见病患 大陈的前部医院 遭见只有一只一个 上人很高兴 真的在念 在那里的困灵这个梁衣 真的有他的一手 一来哦 看了哦 佛祖向手念就给他套上去 然后顺便弯腰 这个脚会走路啦 放心啦 我回来马上我就马上说好到新殿的慈禁宴 复见半年 从哪里面称这样在复见 轮廓走这样复见 半年哦 半年了差不多可以 这边跑那边跑五趟 哎呀 这样跑 这样很前的就在复见 一直复见一直复见 要跟陈怡是一样坚持哦 要跟陈怡是一样坚持哦 对于病患不放弃的心 对不对 也让您感受到了 右脚跟左脚差一样 右脚两个差一样 这会被检查 对对对 就是不定时的有时候会脚嘛 然后手嘛 就我每天啊就是颈椎就是会很脏 晚上也睡觉的时候常常被痛 痛到都醒过来这样子 就检查出来报告就说 我这个算是罕见的那个脊髓里面 因为风险太大 所以医生也是说 那你等到你身体 有发现出症状出来 那你再来看就是看医生 他的这个病症是罕见的 所以我们就找遍了台北很多家的医院 多说早开早看 非常的感恩你 我想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我们的陈医师 还有朱师姐百忙当中 在我们的这个端午佳节 还拨空来到我们台北 然后还有一家跟一帮呢 也真的拨空来跟我们参加心灵讲座 那当然咯 其实我相信全台湾从北到南 从东到西 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医师 就近或是就需要 其实也是可以去信赖医师的 对不对 是 其实每个医师都有他训练的专业 其实他都愿意帮病人做最好的处理 所以有时候也不一定要跑那么远给我看 老实讲北部的医生 很多都是我的老师 他们经验都非常的丰富 好 当然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医师的家属 在背后这样子非常坚韧的坚持 让我们很幸福的有这么样一位医师呢 在这个医疗环境当中为我们服务感恩 那也谢谢宜家 谢谢宜邦 辛苦的为我们做出这么精彩的演出 谢谢 我的心在锦丝中感恩 我的信念充满前阵 祝福